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我在学院做的一个分享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第一个就是所有人会出现的问题就是那个姿态问题 我们为什么一过来要求你们每个人要打球那么累 这样子腿也酸屁股也酸 我知道这个当然累啊 就是一直保持这种肯定站起来比较轻松啊 但是呢我们在对打的时候 首先我们刚才接触羽毛球 首先你要确认一个问题就是我真的很菜 就是我打得不好对不对 我打得不好那比如说我踢足球 我不打羽毛球 我很爱踢足球 如果我去打足球的时候 那个人很菜 然后他又这样子 没有人会愿意跟他玩的 对吧 那大家都喜欢跟积极的 都喜欢跟认真的人在喜欢 对不对 你首先一个好的准备姿态 从大的逻辑来讲 你会给别人一组 你很积极很认真 对待这次运动 对吧 那大家肯定都喜欢跟你这样的人成为朋友 对吧 这个从大的来讲 那从小孩来讲 我们每一次的接球 如果我们保持一个很高的重心 高手为什么可以保持 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很蓝色很高 是因为在他的逻辑里面 他大概率判断 对方这个球不会给他造成威胁 如果你让高手 你判断了这个球一出去 质量没给好 他们踏的比谁都低 所以说高手看上去潇洒 大概率是因为他的球 能够限制别人 那我们各位呢 说难听点 都是普通的人 然后呢水平也不是那么高 那我们第一个 要想让自己在场上 你显得跟高手接近一点 那你就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在从接球的那一刻 从准备开始 你都要有一个很好的姿态 你再这样去接 站起来去接 一定会有个什么问题 你要走啊 你不是说这个球 它会放在你手上 你会启动 启动是需要时间的 启动才去接 启动去接 你就会很慢 然后你接完这个球 好 你回来之后 又启动 又去接 然后起来 又启动就会接 这种球 你会永远显得你懒散 而连接不上 那正常应该是 我们保持一个好的 这种感觉 你才能给别人一种 对吧 连贯的感觉 连贯是很重要的 只有保持这种 持续的低重心的移动 你才能在场上 看上去专业一些 连贯的快一点 这是从我们视觉上 和连接上来讲 再到球上来讲 因为羽毛球 有高远球 有往前小球 也有抽打 特别是对于各位 爱打双打的人来说 那抽打 在双打里面是最多的 那我就搞清楚一个问题 我怎么能让我的抽打 有威胁吗 抽打有威胁是什么标准 就这个球抽过去 它是平的 它是往下走的 你不能一抽 全往上走 那对方就要杀你了 对不对 那我们以抽打为一个标准 那我们就要去降重心 同样的逻辑 如果我站的 我站这里 我这一定高 因为我这个重心 是从这里往下 这样打它是一定高 那我们一个好的姿态 这样才不会高 看见没有 它球才会平 所以说你们打双打 如果你想要球平 连贯快 又回到我刚刚那个问题 你要一直保持 这种低重心 跟往口是一样的重心 重心的标准 准备的标准 你的眼睛 基本上是跟那个往口 是在一个线上的 你不能高于往口 低于可以 低于往上调是很快的 但是你从往口高 往下调 你是不好控制的 球一定会往上走 所以说 从这个打球的逻辑来说 我们重心 蹲得好 你的球会更有威胁 是不是 你的球就会平非常多 好 再讲第三个 还是双打 你重心低 就会有个好处 就说明你准备很积极 双打是两个人的事情 它不是一个人的事 如果一个人打双打 那每个人都杀球 那我们就少了一个人 什么人 比如说像有些球星 有个叫蔡云的球星 还有个叫张蓝的球星 还有像亨德拉的 这样的球星 他们是以服务队友为主的 那当然在生活当中 在我们一个俱乐部 大家打球的一个群体当中 我也希望大家能成为 那个去服务搭档的人 那你作为一个服务搭档的人 那低重心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就是 当你搭档在打球的时候 其实你也是很集中的 在帮你搭档去保护 你不能说你搭档在打球 你就这样 对吧 你看那是不行的呀 那你说谁会跟这样的人 配双打的 那你再想想 当你搭档在打球的时候 你不管你会不会打 你比你搭档还认真 对吧 你看上去 你就是一个很懂得 去为搭档服务的人 是不是 所以说好的准备知识 是所有羽毛下爱好者 来到学院的第一课 这一课非常重要 也希望大家要重视 好吧 今天这是一个概念的教学 你只有长期不断的 像我说的这样去做 你才能改正 你不好的打球习惯 那我们的学院 就是帮助大家 能够更快速的 解决一些打球的不好习惯 让伤病远离离 并且让你的球技 更扎实 更厉害 收获更多的快乐 这是我的微信号 你们任何人 都可以加我的微信 成为我的好友 我都是本人回复 希望网络姻缘一线千 让我们能成为点赞之交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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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